我認為研究會決定一個設計 因為設計是一個研究的過程 因為設計和藝術不一樣 設計一定要處理一些功能的問題 無論功能是抽象或巨象 它都有一個功能 當然你可以重新界定 例如設計一個水杯 它都一定要載到水 載不到水的水杯是否水杯 這就變成不是設計的問題 而是哲學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設計一定是與研究有關 無論是建立一個建築物 例如建立一間醫院或法庭 或設計一輛車或手機 你本身都是要透過很多研究去做 很多時候我們流行說蘋果 說Steve Jobs 說他很強權 但到最後他也是一個很重視研究的人 即是技術上 有些事情怎麼做到 有些事情做不到 想到一些事情怎麼做出來 都是有研究的 香港所做到今天的劉少康 香港這個獨特的環境 或者在他的成長過程中 香港七十年代 可以說是一個起飛期 少康在這個時期讀書成長 我相信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即是比現在的年輕人那個年代 可能物質生活沒有那麼豐富 但精神生活比現在一定是豐富很多 還有學習的機會一定比現在高很多 因為那時候沒有那麼多要愉快學習 沒有那麼多年輕人要些什麼自尊心問題 總之有事情是不是害 還有我相信那時候的理工學院 當然是比較本土和國際都重視 就不是現在這樣 就完全是太過排名化 就是排名就很高 但是學生的水平或者設計課程 是不是真的那麼貼地呢 就差很遠 我舉個例子 他們那個年代 小康那個年代的理工畢業生 就懂得排字的 就是他們有邪叔 他們有一套的功夫 但是做平面設計最重要是學排字 你日本也好 日本那麼強就是他懂得排字 即隨便一個清酒杯的設計 他們都看到他用字 用得很好的 所以小康他們那一輩 基本上是中西方面的課程 小康他們這一代 就真的可以進入到中國 我們現在年輕一代 是不是進不了 我覺得有很多都可以有能力 但是課程有問題 即是很多中文設計的基本功很差 裡面教的老師也都不懂得處理中文 那我就覺得這一方面小康 你可以說他幸運 也都說他那個年代 是香港那麼獨特的環境 造就到劉小康 小康本身都是一個溝通能力很強的人 那不單是說跟客戶溝通 他也都很明白到所謂跨文化 因為譬如香港的強項就是 我們本身是一個這麼小的城市 但是我們可以有能力 去餵很多不同地區的服務 亞洲也好 內地也好 那麼你看到小康 他是做到這個角色 還有我覺得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在商業領域 或者營利的領域 或者非營利藝術的領域 他都能夠一來兼顧到二來 他都很認真去做的 你知道有些設計師可能就 比較多些錢就做 但是很多時候 小康跟我們的合作都是虧錢的 或者做很多義務的工作 或者是和他去促進很多文化交流 都要付出很多時間 他都願意去做 當然在過程中間 大家又會認識到很多新的朋友 或者大家又會認識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也豐富一個設計師本身的收養 所以我經常覺得 好的設計師是有很多好奇心的 好的設計師是能夠和很多不同的人去溝通 以及去吸收很多東西的 因為很多時候設計的過程 就是你吸收了很多資料 吸收了很多數據 吸收了很多意見 你就把它變成一些東西出來 那最後的設計就是那個設計 但是你吸收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所以跨界別 我覺得尤其是香港這個地方 更加是很重要 有很多人都說 香港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日本的設計也是很強 但是其實香港很早和日本的交流都很強 而為什麼在日本的設計水準這麼高的地方 他仍然都會很重視香港的設計 就是因為香港有一些東西日本是做不到的 是什麼呢? 就是類似小康或者是那種能夠跨文化 或者是所謂商語文化 中文、英文、不同文化可以溝通得到 我覺得那樣東西是對於香港來講 我覺得小康做的工作是很值得 我覺得年輕人應該理解背後的精神 而那個也是一個好的個案 為什麼他在內地交流會成功呢? 就是因為他本身是帶著香港和全世界西方 或者亞洲交流的經驗 內地的人就聽他說 他幫盡念手做了一幅海報叫拍案驚奇 我是那個演出的製作人 跟他一起談那個設計理念 他就想了一張桌子 一些比較抽象的 做了一個裝置在文化中心戶外 中間利用那個桌子 因為當時榮廉真火氣有很多一搶兩耳的元素 他用了桌子的元素做了一個雕塑 中間那個傾的過程就是 因為小康他有很多想法是很香港的 香港的意思是怎樣呢? 他不會死在一邊頸 他很多時候會考慮一些局限 在局限中間找一些空間出來做到一些事情 另外他因為基本功好 因為我經常覺得做平面設計 基本功的意思是平面設計 就是講Typography 你砌一個海報的時候 小康砌出來的海報 永遠的字都會在對的位置 大小都對的 我覺得劉小康這種基本功 在文字上 而且他亦對空間很敏感 因為他要做裝置 所以他是一個很全面的人 因為有些設計師可能只做平面好 但你要他跳出平面 他就處理不了 但小康就是說 從平面到產品到各方面 他都能夠掌握得到 掌握得到 還有運動得很好 小康就是很香港 七八十年代 那個經濟轉型 起飛的時候出來的一個 很獨特的禮子 亦都很傑得出的禮子 他在香港和內地都發展得很成功 無論在商業上或者文化上 各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東西可以重複 反而我覺得 年輕人應該在小康身上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設計是沒有捷徑的 小康成功背後 他都花了很多 年輕的時候都花了很多心思 去練習他的基本功 而你的基本功好 你之後的發展 的機會是大很多的 所謂的基本功 就是剛才說的 所謂的太波 或者我們對設計 作為一種研究的方法 小康的例子就不能重複 但是在那裏看到 就是基本功的重要 還有香港的強項 是在於我們能夠和全世界的 不同文化的人做到交流 溝通和合作 而那方面 小康是很強的 而我覺得下一代仍然有 這個機會去做 那欠在大家 會不會有一個自覺性 你看小康的作品 你會看到很多中西文化交流的結合 你也會看到 他會很懂得運用 不同年代的元素去做 或者他做很多雕塑 做很多一錯兩意的東西 他都在研究 很多一些物料性的東西 所以在那個過程中間 你會看到 作為一個藝術家也好 作為一個設計師也好 其實你也有很多東西 都是要捉到方向後 都要一步一步來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學到什麼 我覺得人人會在小康身上 學到不同的東西 就視乎大家會不會用心去研究 去看看他的作品是怎樣